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手法 据理力争 在美国生活我们脱离不了信用 credit对我们至关重要 我们要购买汽车 申请汽车贷款的时候要查我们的信用 我们购买房屋 同样的要查信用 credit对每一位在美国生活的人士来说的 至关重要 但是credit是怎么评定 往往是三家公司 Aquifax TransUnion Experian 根据我们付款的历史 还有的话我们欠债的情况 也有这种情形的话 做我们进行一个fiscal 所谓的分数的排列 当然分数越高 信用越好 贷款更容易 你的利率的更优惠 但是在最近的话 最高法院对信用报告这方面的话 再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裁决 会影响到我们消费者的权利的 这个就是TransUnion versus Romero 这个案件 Romero他要购车 但是的话 他信用报告里面有问题 以后没有购买的车 他用太太太太太的名义购买了 原因就是TransUnion里面报告里面 出现一些错误的信息 根据联邦法规信用报告里面 他必须要提供一些 他们是授权这些信用报告公司 来收集消费者的生活资料 这些数据里面的话 如果这些数据有一些严重错误 错误 消费者可以告信用报告公司 不过来说TransUnion这家公司的话 从2002年开始他们就向乡家提供了 一个叫OFAC名字对比的警告 这OFAC 它的是Office of Foreign Assess Control 这个就是美国财务部 对外国恐怖分子犯罪职团 这些人里边的话 他的财产的控制 或者是数据化银行又要开户 他们往往的话会在这些黑名单上面 来进行比对 同样的 TransUnion提供的服务相加的话 可以就是向订购 以后一旦只有这个人进行申请信用 他信用报告里面会显示出 这个人是在财务部黑名单上面的 所以就是因为Ramira他购车的时候 他同样的被信用报告里面提到 他是财务部OFAC上面的黑名单的 其实他也不是贩毒 他也没有恐怖分子的活动 其实他的错的话错在他的姓名 是跟里边黑名单的名字是一样的 原来TransUnion他们比对的话 他只比对 last name 姓还有名 他就直接将这些警告的话 放在Romero这个名单上面 后来律师的话代表Romero 还有全美国 大概有8000多个 同样的受影响 名字列入黑名单的民众 来告了TransUnion 他的理由就是说 你有可以透过更强势的比对 你不能够只用 first name 跟last name 进行比对 你就确定他就是黑名单上面的人士 所以的话 最后他告的最高法院里面去 最高法院的裁定里面 就是说 你要作为要告赢TransUnion 你必须要证实里面消费者是受到伤害的 在里面8185名的成员 实体输送成员里面的话 真正受影响到的话是1853人 所以他就是说你现在基本上 你消费者的话 你虽然名字在黑名单上面 但是你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受损 所以就算TransUnion 他没有进行比对 他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比对 但是问题是你这部分的话 因为他的名字有问题 但是他没有申请信用的话 那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 所以的话那1853名 受影响的民众可以告 其他的话 这个六七千人信用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别人你没有用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 你没有资格来告 这个对TransUnion来说是个很大胜利 因为他里面就算包含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消费者信用没有受到影响的话 你也没办法告他 所以话针对这个部分消费者的话 要怎么应应很重要 因为根据联邦FTC的规定 所有的三大信用公司 他必须每一年 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信用报告 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 或者是花了钱去购买信用报告 其实这个就是annualcreditreport.com 这个网站里面的话 就是官方的政府认可的 是免费可以获取到你每一年的信用报告 所以你只要打进里面这个request request my free report 你就可以将自己的填一个表格 以后的话你选一个三大信用报告公司 你可以任选一家 选了之后 以后他你就可以马上进行review 你可以online review 也可以prenout出来 所以这个信用报告非常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的话 这个信用报告你在信用 并且你这样用免费了的话 你不会影响到你的信用 所以有的时候你给自己的设案卡号码 允许别人查信用 往往查一次 你的信用就会降下来 就是别人以为你要申请贷款了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先透过annualcreditreport.com 虽然是.com 但是这个是属于官方网站的 它是三大公司里边的话联合起来 政府要求他们的话给的免费的 所以这三大公司报告里边的话 他都会免费给消费者你的报告 所以很重要一点 你可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同时的话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名字被错误的放在的 有这个资料里边刚才讲过的话 transunion里面提供的ofac 这个部分office of foreign assets里面的话 你发现是自己是报告里面有alert 你可以的话要求这是拿到之后的话 马上跟transunion里面报告 以后将这个文件寄到transunion公司里面 去拿你的driver license 或者你的一个护照的符印件寄到里面去 以后他必须在30天之内进行调查 以后一个是发现你不并不是ofac上面的黑名单的 以后是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他必须要将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面拿掉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信用被盗用 很重要一点的话大家要养成个习惯 每一年的话可以获取到免费的信用报告 同时的话这样报告拿到之后 你就可以比对一下子看一下子 有没有用有没有人用你的名字 在外州申请贷款申请以后 同样的因为一单子 如果是发现里面有错误 可以及时向信用报告提出 同样的发现你自己身份被盗用 马上向当地的警察报案 报案完了之后 向三家信用卡公司报告 你身份是被盗用的 这样子的话可以冻结你的信用 在freeze account之后的话 任何一个申请贷款的话 查你的信用 他必须要透过电话 或者是短信来跟你联络 这样子才能够进行 以避免的话别人盗用你的身份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好 好